煤机台风虽然在下午已经远离台湾了 但这次风强雨大 也让很多地区受到影响 尤其是电力修复的进度 不管是行政院长林全 还是总统蔡英文都是非常的关注 那么下午呢 蔡总统就起身勘灾 来到了桃园机场 还有新屋地区了解电力修复的情况 而在桃园机场这边 却有一个小插曲 有陆克就直接对着蔡英文大喊 九二共事和平统一 让气氛有些尴尬 美极台风议员离蔡总统就起身勘灾 首站先关心桃机 没想到却遇上了 美极哪里来的 大陆的 面对陆克打招呼也能怡然自得 但接下来对话 就让蔡总统有点小尴尬 那你们有看到台湾 感觉怎么样 很特别吧 不只遇上陆克还提了最敏感字眼 蔡英文又笑容化解 但首度视察桃园 不外乎就是日前欲语就淹大水 蔡英文来做其中考察 不过这次桃园安全过关 蔡英文用力给赞 但至此时却总是把台电挂嘴边 不要让每一次风灾过后 就有停电断电 我们就看到辛苦的台电的员工 在台湾的每一个角落赶工 不只在淘机用力说感谢 下乡到了桃园新屋 蔡英文同样也最关心 电力修复问题 就怕上回 木兰地台风 行政院长林全的一句 电力没修好别回来 引发负面观感 蔡英文这回急消毒 强调电力复原 情况超良好 台电人员工作很辛劳 不过再度致辞时 现场电力却很不给面子 队长已经有个计划分换管线 让我们这里 我这次为什么没停 我这个是发电机的是不是 才刚讲完电力就腊肠 现场气氛瞬间超尴尬 随上说没有 但很明显确实吓了一跳 蔡英文也一路再往苗栗台中前进 刚上任一个夏天 就遇到不少台风 也在在考验新政府的应变能力 欢迎新闻 陆雨翔 谭英伦 桃园报道